法委會 現在進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五條 請先讀條文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五條 行政機關因應本疫情之影響 而依照災害防救法發布延遲開學或停課等決定時 公務員或勞工若有照顧12歲以下子女之需求 得申請防疫照顧家 對於申請前向防疫照顧家之人員 雇主或行政機關不得拒絕 亦不得身為礦職 強迫勞工或公務員 改以私家或其他價別處理 亦或作為任何不利待遇或處分之理由 應申請防疫照顧家自有影響勞工生計或雇主營運等前行者 政府應發放防疫清貼或輔助 前向防疫清貼數額 輔助標準與發放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職 宣讀MB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出代表發言 請蔣萬安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在這次的紓困條例裡面 爭執最大的就是防疫照顧家 在我們的第四條 第五條 我們對於接下來可能停課 家長必須請假照顧孩子 而必須要明定防疫照顧家 勞動部一直強調他們的法源依據 根據災防法三十一條二十七條 但是我們看到大法官是自六百九十號 事實上對於所謂必要應變之處置 認為是對任何法定指定傳染病必要防疫的處置 因此在二月三號當時教育部宣布延後開學 這當然是屬於必要之處置的範疇之內 但是防疫照顧家 事實上他是強制要求雇主 不得既為礦職 不得對勞工有不利的對待 等於是公權力介入了勞固之間私人的契約 所以這必須要由法律的訂定 法律保留 而且法律明確的規範 不能因為勞動部一直函事 就說可以請防疫照顧家 所以在這邊我們的主張 是必須要以直接明確的立法 訂定在特別條例裡面 也在現實面 讓家長能夠安心請假 在生活生計上面不造成影響之下 能夠在家照顧孩子 我跟勞動部問了非常多次 在他們二月三號宣布 可以請防疫照顧家之後 到底有多少勞工真的請防疫照顧家 他們一直拒絕提供 而公務人員在二月十一到二月十八號 我去調了資料 實際請防疫照顧家的每天平均三百到三百五十名 也就是佔整體我們公務人員不到百分之零點零一 連公務人員有示範作用的實際請防疫照顧家都這麼少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能期待受雇的家長接下來面對可能發生的停課 他們可以或趕緊防疫照顧家 不要口口聲聲說雇主不得即況值不得為不利的對待 但是又不願意在法律名文裡面規範 同樣的我們主張因為不可規則於勞固雙方 所以應該政府扛起責任 比照育嬰流亭給予六成薪資 讓家長能夠無後顧之憂 沒有負擔安心請假在家照顧孩子 才能真正全民做好防疫 這是目前台灣社會有的共識 所以我們堅持應該明定立法 謝謝蔣委員 接下來請江啟臣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我想面對這一次的疫情的危機 政府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讓民眾安心 讓社會安定大家不慌不亂 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政府有規定 人民盡全力的遵守 可是呢人民的權益會不會因此受到損害呢 絕對會的 這一次的疫情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看我們國民的表現 大家幾乎是百分之百 配合政府的大大小小的規定 包括排隊買口罩都是如此 你看了大家大清早到所有可能 可以買得到口罩的地方去排隊 完全配合政府的規定 但是民眾有沒有因此 他的生活受到影響 他的權益受到影響 絕對有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能不能大方一點 能不能比較寬鬆一點 來支持跟協助這一些 因為配合政府措施而受到影響的民眾 他們的權益應該被保障 甚至生活生計受到困難 應該被協助應該被幫忙 所以針對國民黨所提出的第五條 我們寫得很清楚 我想基本上 大家對於給防疫造物價這件事情 朝野都不反對 那既然不反對 不要為德不足 你說要透過給企業抵稅的方式 坦白講你問問看看 很多中小企業 他可能對他們來講 那是毫無誘因 不只毫無誘因 甚至做不到 所以在這個時候是政府應該伸出援手的時候 那我們就把這些 什麼樣子的條件 可以得到這些補償協助 我們把它列清楚 不要什麼都說不清楚 然後只說我們要提供這樣子的價 可是對於實質的幫助內容 跟幫忙的內容 卻不敢在這個法院的規定裡面 把它規定清楚 那如果不規定清楚的話 日後實施的時候 勢必要衍生很多的爭議出來 我們正在防疫 我們處理一個大家很忙的時候 不要再衍生不必要的爭議出來 所以這一次的防疫 隔離假跟照顧假 這些等等的規定 都是民眾配合政府的措施來做的 某種程度上也是政府對人民的強制處分 所以面對疫情未來的不確定性 仍然必須要嚴正以待 所以防疫的落實 它必須要人民的配合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透過相關權益的保障 來確保它的配合 以及全國的團結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來 應該要給予明確的薪資保障 明確的駕別 這些都是在防疫過程裡面 我們應該輕輕 靠大牆 才能夠真正確保的防疫水準 謝謝 謝謝江委員 接下來請中嘉賓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剛剛聆聽完這些黨團的提議 感覺上一直有個誤會 以為說政府給予人民的各種防疫的津貼 都是政府的錢 事實上 今天任何有薪擠的價 所應該對價付出 如果由政府來負擔 付錢的是全民 是所有付稅金的國民 國民只要有收入能力 達一定程度以上的 他就必須支付稅金 甚至你沒有收入 你買個東西到支付消費稅 所以付錢的不是政府 付錢的是納稅人的稅金 但是享受假期的是誰 享受假的是有工作的上班族 但是必須為三餐勞碌的非受僱者 他也在工作 但是我們對於他照顧子女 而無法工作的任何損失 卻沒有所有的沒有任何的補償 所以這個立法呢 等於是拿擺攤販的人 開計程車的人 他們繳了稅之後 他們拿去補貼上班族 照顧子女放假 政府所要給予的津貼 所以我們這裡不斷的強調 今天如果說是因為防災 不管是颱風 不管是腸病毒 不管是任何原因 如果致死家裡有12歲以下的孩童 沒有辦法去上學 孩童因為必須在家 由大人來照顧 那這個照顧的大人 如果他因此不能工作 不論是否受僱者 國家都應該給予公平的看待 因此呢 如果僅給予受僱者 能夠有子女照顧假 這無疑的對其他公平繳稅的 非受僱者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再次提醒 到目前為止 政府所給予的防疫照顧假 它是無薪給假不給薪 同時我們要提醒 剛剛有提到 現在的公務員 他在考量到 在衡量 如果請無薪假照顧子女 他是薪水會減少的 如果他有試病假 還有休假 他寧可用這有薪的假 來照顧子女 其實目前剛剛講話有提到的 目前所很多的公務員 他們真的有需要 因為子女在家 不管是什麼原因 需要照顧的時候 除了家庭照顧假之外 他可能還會用其他的 有薪急的休假來支應 還未必會動用到 防疫照顧假的方式來為之 所以呢 由各個家庭 各個工作者 他是個人的經濟能力 我最後還是要再提醒一點的 我們也對於國民黨當中 有一句話 我們是非常的同意 就是要治生活困難者 老實說 14天的居家檢疫隔離 或是因為防疫有14天 孩子不能去上學 要有大人在家照顧 所造成的親戚衝擊 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同 有些人有家庭儲蓄的 他可能不成問題 對於那些沒有能力 因應這14天 沒有收入 不管受僱與否者 我們都應該給予社會救助 給予政府 以納稅人來補貼他 來照顧他 這才是政辦 以上 謝謝 謝謝總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之委員 今已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紀明表決 紀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Episode 勇氣 dagegen 半 Flex 短 3 4 5 5 報告約會表決結果 出席105人 贊成42人 反對63人 棄權0人 贊成者 少是 國民黨黨團提案條文不通過 扁條不予採納